你抓住男人要具备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 更好 跟他生孩子 2018年 51岁的周慧敏开了一场演唱会 穿着粉红长裙 玉腿凌厉 容貌娇好 身材窈窕 时间好像在他身上失去了作用 年过半百还能撞入少女 难怪他被称为祖孙三代都想娶的女神 来认识一下爸爸们的梦中情人周慧敏 1967年周慧敏出生在香港 一个皮寒的家庭 离他出生还有几个月时 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 周慧敏便和妈妈外婆相依为命 没有父亲的照顾 他硬生生被生活磨砺出了非常自强的性格 看上去柔柔弱弱 但认定的事情怎么都不会改变 他的朋友从来不会劝他改变主意 相伴30年的伴侣泥阵 也不用做这种无用功 有一次在日本街头 他被人拍到 于是直接拿走路人的底片 把自己的照片留下来 路人的寄回去 但是妈妈比他还强势 时时刻刻都想控制女儿 监听她的电话 偷看她的日记 想方设法了解女儿的异性朋友 规定女儿晚上8点半必须睡觉 有次周慧敏迟到家10分钟 妈妈竟然直接杀进学校打听原由 1985年周慧敏参加新秀歌唱大赛 顺利入围 就在要签约时 妈妈觉得娱乐圈太复杂 阻止了她 周慧敏不服气 来年再战 拿了亚军顺利出道 母女争斗 周慧敏首生 他出道极巅峰 第一张专辑周慧敏 获得白金唱片的销量成绩 第一部电影就拿了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92年一首流言火遍全国 在日本和台湾省开巡演 被日媒评为最受欢迎的香港女歌手 和刘青云合作的大时代 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仍深受年轻人的追捧了 以后娶你做老婆 黄瞻说 她美得不像真人 在虚荣的娱乐圈还能踏踏实实 实在太不容易了 周慧敏的口碑极好 即使向来以刁钻著称的港媒 也很难抓到她的把柄 天字神言 得意双心 绯闻绝缘 人情练达 本来周慧敏拿到的是大女主剧本 可奈何她偏偏爱上了渣男 有个悲哀的事实是 女孩子们总是会被花言巧语蒙蔽 即使如周慧敏这等女神 在她的所有追求者中 倪震无疑是最有嘴滑舌的一个 她是和金庸并列的香港四大才子 倪匡的儿子 含着金汤匙长大 出生就在终点 有私感慨 自己生活劫难非 毫不留情地写文章 揭露自幼独华人书院 私家车出入独立卧室 零用钱花之不尽 她才华出众 对女孩子擅长花言巧语 出入娱乐圈的李嘉欣 就是被她用100封情书拿下的 可惜后来李嘉欣 遇到了多才多艺的刘鸾雄 她的情书就显得有点不够看了 但单纯的周慧敏就吃这套 当时有个叫刘西明的TVB小生 也很喜欢周慧敏 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她一见倾心 倪震用了轻敌竞争 最为下作的手法诋毁 她当时在香港创办了个期刊 NBS开始了长达三年对刘西明的造谣 刘西明系携带被说成偷窥阿婆群底 刘西明出去喝酒被说成乱搞 刘西明去电脑城买电脑 被说成吃快餐 吃完还要坐地打折 再清白的人也经不起这样的诋毁 当时被推为刘德华接班人的刘西明 实在受不了 放弃了一切去台湾从头发展 你正成功扫除隐患 你以为你正会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美人吗 不 她后来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渣男教科书 一阵的辉煌战绩 包括和周黑敏谈了二十年恋爱 劈腿八次 其中三次被周慧敏捉奸在床 事后均获得了周慧敏原谅 现在已对她风流的事情见怪不怪 死心塌地的为渣男辩护 一阵逼走刘西明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劈腿一人陈法荣 他给陈法荣的说辞是已经和周慧敏分手 并得到了祝福 随后多次被狗仔抓拍到亲密照 但周慧敏选择相信倪震的为人 直到陈法荣公开和倪震的恋情时 周慧敏才知道自己被分手了 93年 他和倪震分手 后来倪震浪子回头 离开陈法荣 追回了周慧敏 96年 两人复合 97年30岁的周慧敏 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 跟着倪震隐居加拿大 本以为能够过上安静的日子 可倪震压根不是耐得住寂寞的人 他写信给姚乐碧 用词轻条 我们在言台上达到了颇为剧烈的过程 假如你不是结了婚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是舍命 陪到底的 口头聊天不过瘾 04年 倪震返回香港 疯狂地追求陈颖言 好事的记者 把倪震送花的照片 拿给周慧敏看 周慧敏下不来台 打算分手 但倪震的父亲倪匡出来一番游说 成功让周慧敏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了父亲担保 倪震的行为更出格 07年和傅影谈恋爱 同时分身有数 和25岁嫩母大秀恩爱 完全没有把周慧敏放在眼里 08年12月7日 舍文女大学生闹得沸沸扬扬 满城风雨 看似忍无可忍的周慧敏 发表了分手声明 我和倪震相识于微 我没枉费 与倪震轰轰烈烈地爱过 永远刻骨铭心 此生无憾 而我自己 亦都会好好的勇敢活下去 一如过往 四天后 剧情反转 他们结婚了 周慧敏再次发表声明 动摇过 才更坚定 失去后才懂珍惜 私房压力 让我们体会到不可分割 试炼成已经有了信心 到今天 两人已经相识30多年了 再提起倪震的风流事迹 周慧敏显然已经看得风轻云淡了 他说 倪震有一套不同于标准的行使风格 他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要互相洗脑吗 看谁洗得过谁 独称沟通 不管怎样 我们都祝福周慧敏和倪震能够白头偕老 女神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我们别忘了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